老太婆 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后悔什么 我只是想弄明白 我的孙女为什么跟我没有血缘关系而已 第二天的早上 老公拿到了鉴定结果 你看一下我和女儿 我和我爸 女儿和我爸都是确定有血缘关系的 可是为什么我妈和我女儿做的那份鉴定没有血缘关系呢 不是吧 老公 难道你不是你妈妈亲生的 上星期做的时候应该让你妈和你也做个亲子鉴定的 老婆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我妈她怎么可能不是我亲妈呢 但是这次的鉴定结果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你妈可能真的不是你亲吗 哎 这下我也纳闷了 就在这时 婆婆给儿子打来了电话 今天鉴定报告出来了吧 你拿到了怎么不给我看 孩子肯定不是你的种 让我猜对了吧 赶紧拿过来给我看看 老公拿着手机默不作声 直接挂了婆婆的电话 老婆她这么想看结果 那就拿回去给她看好了 好吧 回到家里 婆婆反反复复地看了半天 揉了揉眼睛 怎么可能 这下搞得你们都是一家人 而我反倒还成了外人 妈 可能你和我女儿的那份鉴定结果有问题 都是在一个地方做的 怎么可能有问题 不行 我要跟你也去做个亲子鉴定 妈 你疯了吧 我是不是你生的 你自己不清楚吗 我不管 赶紧跟我一起去 这是我不彻底弄个明白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随后他们就去做了鉴定 可是拿到结果后 儿子怎么会这样子 你明明是我 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怎么我们就没有血缘关系呢 我记得那时生你的时候难产 差点命都没有了 当时我还听到 医生在一旁问你爸是宝大还是宝小 最后万幸的是 我俩都保住了 怎么这报告结果说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呢 婆婆话音刚落 变伤心地晕绝了过去 他们立马把他送到医院抢救 抢救是门口 老公 或许你的身世里藏着什么秘密 可能你妈并不知情 但是你爸一定知道 老婆 难道我不是他们的儿子 怎么会呢 你和你爸做了鉴定的 你跟他是有血缘关系的 那我是我爸的儿子 怎么又不是我妈的儿子呢 我们把爸爸叫过来 问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里面的秘密他一定知道 公公很快赶了过来 来的时候婆婆也醒了 我们的儿子 是我千辛万苦 差点丢了命才生下来的 为什么他跟你有血缘关系 跟我却没有 你别激动 我现在就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老伴啊 当初和你结婚是 父母长辈们包办的 我那时很不情愿 是我的爹妈 逼着我 我娶的你 在我和你结婚之前 其实我就谈了一个对象的 当我跟他提出分手的时候 他哭得很伤心 我也很难过 于是我请他 吃了一顿饭 我俩喝了很多酒 最后我们都醉了 等到第二天 我醒来的时候 他人已经走了 之后我就跟你结了婚 但我打算把他彻底的给忘了 以后跟你好好过日子 你怀孩子的时候 孕吐反应非常严重 吃什么苦什么 我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发誓这辈子 一定会好好待你的 最后到了你生孩子的时候 又是难产 当时大夫就问 我是保大还是保小 我急得泪流满面 跪着求大夫帮我 把大任小孩都保住 可是医生他说会尽力的 但保大还是保小 我只能二选一 那是我做过最艰难的决定 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保大 然后我在手术室外面守着你 等待的时候很难熬 最后医生出来告诉我 孩子没有保住 而且大人也有生命危险 要在重症监护室里观察几天 不发烧才算度过危险期 那几天我都不敢睡觉 一闭上眼就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可是就在这时候 我的初恋不知是怎么找到了 我的联系方式 他告诉我 他前阵子生下一个男孩 孩子是我的 但是他不想要这个孩子 因为他还没结婚 家里爸妈也很反对 所以就找到了我 我们分手的那天晚上 因为我俩最后都喝多了 发生了不该发生的关系 他问我要不要这个孩子 如果我不要 他就送给别人 我想着躺在重症监护室的你 心里突然觉得 这或许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一方面 他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有抚养他的责任 另一方面 你醒来后 你认为孩子平安 出事也不会 因为孩子夭折而痛苦难过 就这样 我接过了初恋 跟我的孩子 等到你醒来的时候 我瞒着你没有说 而你也认为儿子 就是你自己生下来的儿子 公公讲完了事情 大家也明白了 而媳妇和老公 还有婆婆半想 没有说话 没想到我老公的身世 居然是这样的 就在这时 婆婆突然好好 大哭了起来 真是作孽啊 没想到我辛辛苦苦的 大蛋辈子 居然一直都在给别的女人养孩子 过了很久很久 一旁待住的老公 总算回过神了 对着婆婆安慰道 妈 你别想那么多 这辈子我救你一个妈 你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 不管你认不认我 反正你永远都是我妈 她的话给了婆婆很大的慰藉 从医院回去以后 他们谁也没有提过这件事了 一家人的感情也增进了许多 而媳妇和婆婆之间的关系 也好了起来 朋友们 这样的结局满意吗 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我是梁白开 爱你 麻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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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